而除了老农津贴加码之外 已经多年没有调整的社会福利津贴 也将会一并调阻 调幅大约是16%到33% 估计有218万人可以受贿 而社福团体对于这项政策是优喜参半 他们虽然肯定政府照顾弱势族群的用心 但是也很担心高达123亿的经费能够撑多久 会不会到明年又要断吹了 已经许多年没有调整的社福津贴 终于要动起来了 随着老农津贴的加码 内政部表示包括生障者低收入老人 以及家庭等八项社会福利津贴 也将一同调整 调幅大约16.67%到33.27% 可望有218万多人受贿 预计总经费将达到123亿多 很多的学者专家跟弱势团体 都很希望过去十几年来没有调的 社会福利津贴 内政部根据物价指数涨幅 做社福津贴的调整 其中受影响的族群中 以低收入老人 以及生障者的人数最多 对政府的政策 社福团体表达肯定 但也认为社福津贴的分配和调整 长期以来 常出现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政府应该尽快将补助的机制 制度化且公平化而不是总在选战时成为加码的工具 社福团体也担心高达一百多亿的社福津贴预算是否会拖垮财政 导致明年的政策又跳票 因此呼吁政府应有完善的规划 才能让弱势族群的权益获得真正的保障 记者众好报道